大家好我是旭哥 我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最新的神角 真的又是一隻超越TD的神角 基本上技能非常強是旭哥這集會詳細的解析 他強在他有很多這個真實傷害啊 這個無視防御之類的技能組 還有他強在他的圖面啊 這圖面 旭哥已經不知道怎麼講了 很像回到少女回戰的感覺 就是在看少女回戰那個圖面很香啊 尤其是這張更像在玩少女回戰啊 很棒啊 他的圖面真的是很符合旭哥的喜愛 這隻角色真的不錯 好那來分享這遊戲最新的禮包馬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週末最新的福利跟著旭哥 領起來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 禮品馬 兌換馬 遊戲的虛寶學 獨家最新 那旭哥也有設置這個旭哥手遊攻略的這個 馬賽克英雄專區 這邊有各種馬賽克英雄的攻略 都放在這邊 各種最新的福利攻略轉蛋 好那旭哥來講一下這隻最新的神角啊 這個青鸞 碧天雲海啊哇這個奶這個身材哇實在太香啊騎這個鳥 這個鳥也很色情啊 鳥 這個實在太鳥啦 基本上這隻是太強勢了他的技能組不會是這個最新的光鼠神角 目前光鼠出出來啊哇好多啊終於可以贏過這個暗鼠一些些了 就是暗鼠最近都很強最近光鼠中有一些比較強的神角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能組真的非常強啊 我們首先看他的第一個技能 這個技能呢他會發出啊最多呢可以打出4次攻擊 那這個攻擊呢是可以對敵人造成這個生命最低的這個物理傷害啊 而且他可以無視防禦這個蠻優秀的他直接附加無視防禦 而且還附加這個50%的這個真實傷害50% 就是練到滿的話 他會偷取對方的護盾 然後給自己這樣然後每偷取一個護盾的時候還會再額外造成傷害 這個buff20% 然後每次的攻擊還會附加這個他的這個技能組 蒼壁羽刃 那蒼壁羽刃他是可以提高他的攻擊力啊還有傷害減免基本上都是太強啊 所以他基本上有真實傷害然後有偷護盾 然後還有這個無視目標的防禦力 那這招是比較強力在他的無視防禦還有這個可以 就是真實傷害 旭哥覺得這個很強 那他有一些額外的效果比如說像是可以真實傷害啊或是這個敵方全體的一些輸出 太強了 還有一些灼燒的傷害然後束縛 束縛這個debuff 他是有機會就是放這個怒氣技的時候有機會放這個束縛 所以基本上太強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個技能長風萬里 長風萬里的話呢是對我方這個buff的一個技能組 他會放這個懸淨 而且還可以附帶這個敵方全體100%的誤傷這樣然後無視護盾啊這個是直接無視的太屌了 所以他的很多技能組都是有一大堆敘述 然後有一大堆的比如說buff或是debuff或是一些就是 比如說無視防禦啊無視這個什麼的之類的就是很強力 所以後面越出越多的角色他的技能組搭配的這個效果都特別多 好那我們看一下 他這個會有這個玄境玄境的話我方可以獲得9%最終傷害的提升 而且這個不可以被清除這個buff非常好用 還會有這個 造成這個敵方最多可以到達140%的物理傷害 還有這個降療的效果基本上都很強 那接下來這個技能組呢是他自身的buff 然後附帶一個復活 他可以最多buff自己的攻擊力50% 然後生命值30% 然後傷害提高20% 然後他這個復活的時候他會提升自己的生命值 自80%這樣 然後他還會再額外發動一個這個 進中卵 進中卵的狀態 那進中卵呢他會清除我方所有的一些負面的效果 一些debuff 比如說扣攻擊力啊扣什麼效果的話他會直接清掉 而且是一次清我方全體 然後還附帶一個復活就被打掛的時候會復活這樣 就太強力了但是只能觸發一次啊 他只要可以觸發很多次就太強了基本上觸發一次就很好用啊可以清debuff然後可以 復活 這個非常好用 也可以免疫控制啊然後什麼 傷害提高爆擊提高啊都是很實用 好那最後一個技能 也是一樣他這個跟 就是攻擊 普攻的時候呢附加這個10%的真實傷害這樣 他練到滿的話會變成這個20% 然後追魂這個異語的話呢會造成這個真實傷害35% 提升至35%非常好用 追魂異語就是 對相同目標追擊啊怒氣技啊或什麼會有一些這個 釋放這個追魂異語的時候 那有35%的真實傷害 基本上很實用啊 所以這隻續個覺得最大的特色最大的賣點呢就是他的圖 好講那麼多就 最大都是他的圖對沒錯 圖呢很符合旭哥的喜愛啊有美腿有巨乳啊 這個身材真的是一級棒的 好那大家玩這個遊戲看圖應該也是一個重要的嘛 那旭哥覺得這個圖真的賞心悅目啊 角色是很強但是圖更好看啊 好 那因為目前我們玩到現在因為角色像旭哥已經有兩隻13星了 那女武神也快要13星了 你說這個要去抽嗎當然很強啊你就大課長當然可以抽得起啊 那像旭哥這種五課的要把他目前慢慢抽起來是有點有點難啊 不過他的圖實在太香啦他這個時裝也這個很香 很好看 金霄風月 這個黑絲美腿啊這個巨乳啊阿絲了 太香了 而且他這個鳥會變成火鳥 顏色會變這樣 他的造型的顏色會變啊這個圖喔 喔喔喔喔喔 好像在玩少女回戰的感覺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在玩少女回戰 旭哥有一種回到少女回戰的時代的感覺了 有這種感覺真的 越來越相關在玩少女回戰 看旭哥以前早期在玩少女回戰的應該就是會有那種回憶的感覺 很棒 所以這個最新的神角呢旭哥覺得還不錯啦 那這個是活動限定那就是 期間限定就是這個活動結束下一次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復刻 或是就不復刻了也不知道 就是因為 因為蠻後期的大家這個角色都練到蠻後面 尤其像旭哥已經兩隻13星了吧 這個時候推出是有點尷尬但他真的蠻強的啦 也是有超越T0的實力啦 也有超越T0實力 好那大家就自己 參考一下吧要不要抽 好虛哥來分享這個遊戲最新最權最多組的禮包碼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左上角的人頭啊 點進來之後我們點畫面右下角的兌換碼 然後接下來在畫面的中間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好那我們輸入這個 ZK28A4 接下來按領取 好有這個經驗值金幣還有轉蛋券 WAKKYBOYS69接下來按領取 HERO666接下來按領取 MY0104接下來按領取 YT0104接下來按領取 K70104接下來按領取 BRIGHT0104接下來按領取 NEWHERO 再按領取 好輸入NEWFUN 再按領取 好輸入NEWSTART 再按領取 好輸入PIXEL HERO 再按領取 好新玩家呢記得領這個 1024抽每天登錄呢 最多可以領到1000多抽啊 這個福利 接下來呢滑到最右邊 右上角滑到最右邊一個邀請馬 那新玩家可以輸入續個邀請馬 3691 D6AFC 0AC 3691 D6AFC 0AC 那新玩家輸入的話呢你可以拿到五星角還有大量的鑽石 好那福利的最右邊呢選項多了一個回歸有禮就是你假如是60幾勝玩家然後你曾經這個沒有玩 接下來回來玩的話你可以輸入這個禮包碼 那輸入這個 召喚碼呢3691 D6 AFC 0AC 這個旭哥的召喚碼3691 D6 AFC 0AC 可以領到很多獎勵像是可以領到 神話自選啊然後都是兄弟啊兄弟乾杯新鑽這些很多 活躍的獎勵 都可以領取像是鑽石啊然後像是介石轉彈券 大量的獎勵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邊輸入 好那今天攻略的這個分享就到這邊了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看旭哥手遊攻略各種最新的禮包碼禮品碼 最換碼遊戲的虛保需要 都在頻道那我們下一集攻略見